日前美国的布鲁斯德勒金亚伊一家租车前往黄石国家公园度假 就在他们开车穿过拉玛尔峡时 一群野牛在车流中狂奔乱撞 致使汽车潜盖被撞毁 跟另一家人后悔莫及的是 布鲁斯为购买租车保险 视频显示布鲁斯一家看到迎面冲来的一群野牛时 都惊得目瞪口呆 布鲁斯正打算录下那害人的一幕 补量狂奔的牛群逐渐接近他们的车 当野牛与汽车擦肩而过时 他松了一口气 但这种幸运是短暂的 随后又一头大野牛发起攻击 撞入布鲁斯汽车的浅盖 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暴力声 车浅盖和挡缝玻璃的一部分被创得粉碎 优优独播放